我从来都没有过阴道高潮 我是不是有毛病啊 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如果你完全不能够达到阴道高潮的话 首先先不要太难过 因为其实有很多女性都没有体验过阴道高潮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讲 如果你和你的伴侣想去探索一下 你到底能不能够达到阴道高潮的话 那么其实是有一些小技巧小方法去做探索的 这里就想借用最新的研究进展 来跟大家分享女性阴道内部的五个高潮点 看看你们有没有探索过呢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常说到的G点 它其实从现在的研究来说 更多的是一个G区域 是很多神经末梢分布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它一般是在我们看这是一个阴部的结构图 在我们阴道用手指进去开口处 大概2到4厘米的地方 一般是位于我们阴道的上臂 有那么一块区域 而且这个区域很多时候是在女性有性唤起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明显的感觉到 那我们看这个解剖图如果把这个侧面打开的话 我们手指差不多进去在比较上臂的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触摸到 那它是有特定的触摸指法的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有提到过 你要怎么去摸它才能够更容易有感觉 那到底有多少女性是有这点高潮的 或者是通过这点的抚摸有快感的呢 一个是英国2011年的研究 调查了5000多位成年女性啊 这里面有超过70%多的女性呢 都说自己是有这点的存在的 但其中只有50%的女性描述的这个这点的位置 和我们普通所认知的这点的位置比较的相似 那另外的一些女性她所描述的那个所谓的这点的位置 是在阴道更深的地方 所以就不一定是真正的这点了 另外最新的2021年有一个研究团队 总结了过去多年来的31个研究这点的文献 根据他们的分析呢 大概有60%多的女性都报告过说自己有这点 但是目前在整个科学界 对于这点是否存在 到底在哪里 她对女性高潮的作用到底是怎样的 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 我们之前在聊女性潮吹这个现象的时候也提到过 这一点的存在 跟女性潮吹的这个现象是关系比较密切的 所以呢这是我们可以在阴道性交的时候 探索的第一个点 那阴道内部第二个比较敏感的可以探索的点呢 就叫做A点 它是在阴道的前壁前穷炉下方的2到3厘米的地方 正好呢是位于膀胱的下方 你可以看到这个阴部图啊 我把它打开的话 这里就是阴道的后半段 所以呢 它是在这个后半段的上在阴道比较深的上前步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它其实也是一个区域那里面有非常多的神经的末梢啊 但是呢要知道这个区域大部分阴镜的长度甚至手指的长度都是不足以能够够到这个区域的 所以美国这边有很多的临床医生啊是建议如果自己或者和伴侣想要去探索A点这个敏感点的话 建议使用5英寸以上长度的这种性玩具来探索这个区域是不是能够带来一些性快感 那么第三个跟这个点比较接近的一个点是在阴道后穷炉的下方大概2到4厘米处 A点和O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点 它位于子宫口的两侧一个在前穷炉的下方一个在后穷炉的下方 他们调查了超过300多位的成年的马来西亚女性发现在O点这个区域用特定的执法进行探索和按摩呢 在大概连续按摩了10到15分钟之后 很多女性她们的阴道润滑液的分泌量增加了 而且呢这些女性本来是有阴道性爱的疼痛感或者不适感的 这个按摩之后呢 她们的这个不适感也降低了 而且其中还有15%的女性因为去按压这个O点的区域 让她们达到了一个高潮的体验 那么第四个点呢就是Cervix 我叫它X点 但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叫法 它其实就是子宫静的开口的那个位置 很多女性那个位置其实是没有感觉的 但是临床上发现对于有一些女性来说 如果性玩具或者是性爱的过程真的顶到了那个点 有时候可能是由于这个身体的重量压在身上 压到了其他的一些脏器器官产生了一些快感 也有可能是因为触碰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本身没有感觉 但是它联动着周围很多膀胱啊 这个阴地啊 然后包括后停啊 很多的那种神经末梢被刺激到 然后产生的快感 但这个呢研究还没有统一的结论 但总之Cervix也是阴道内部的一个高潮点 那最后第五个也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 就是我们盆底肌肉的肌群 因为它是整个横跨在我们这个阴部的地方 那我在临床上治疗很多性胶疼痛的问题啊 性爱不适的问题啊 它或多或少都跟我们盆底肌的肌肉强度有关 如果女性的盆底肌肉强度比较弱的话 有可能会联动着引发很多性爱不适的问题 有最近的一些研究呢 是发现当女性的盆底肌肉强度超过20毫巴的时候 那么这些女性比起那些盆底肌肉强度相对较弱的女性来讲 他们的高潮体验的这个持久度啊 或者强度会更强 而且更容易感受到连续的高潮体验 所以可以看到啊 我们女性盆底肌的一个肌肉强度 跟女性的性高潮的体验有着紧密的关系 但是呢最后我还是想强调的就是 不要一味的追求所谓的高潮 更不要一味的追求所谓的阴道高潮 我们今天讲的这阴道内部的五个敏感点 更多的是希望给那些想要自己探索自己的身体的女性 以及想要跟伴侣一起探索更多性爱可能的女性们 一个指导啊 就是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想要去探索自己阴道内部 到底对什么样子的触碰会有感觉的话 你可以从这五个敏感点入手 去进行探索来开发你身体的愉悦的开关 那说了这么多呢 最后也就是想提醒大家 在性爱的时候 敏感点 技巧 这些呢都只是一个小方面 最重要的还是你们两个之间的 爱意的流动和情感的链接 你们有没有两个人一起 全心全意的投入在这个性爱过程当中 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 关注对方的感受 关注自己的感受 并且有没有及时的把自己的感受 跟对方去进行一个沟通 这样你们才能及时的在床上 得到双方的一个愉悦和满足 更重要的是得到一个情感上的满足感 那么你自己或者你和你的伴侣 有没有探索过这些敏感点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一三博士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